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不也闹了一场吗 是啊 那个时候规模相对偏小点 因为去年游行的人的主要诉求是 法国要征富人税 法国曾经原来征过一段富人税 结果大量的富豪跑到了别的国家去 所以新政府上台之后 说这个富人税不能再征了 而且人家拿出实力来说 你征富人税就征到那么一点钱 结果有几百倍于这个钱的资金流落到了外国 很多的大富豪因为法国有富人税 而移居到了别的国家 好吧 不管怎么讲 征不征富人税 他伤不到普通老百姓 因此游行的规模没有那么大 今年可不一样了 今年能站出来游行的人 完全是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为什么 人家觉得再不出来游行 我这个养老金都要被削减了 咱们以前说 我国这个养老金是双轨制 机关企事业单位是一种 企业是另外一种 可是几年之前我们已经病鬼了 未来所有的人 不管你退休之前 在任何一个单位工作 你退休之后 都是纳入到统一的养老金体系中来 这是很公平的 可是法国不是这样 法国有四十几种不同的退休制度 你这个人 你在不同的行业中 你的退休金拿的就完全不一样 而且很不公平 比如说法国政府规定 正常的老百姓 你得60多岁以上 62岁到67岁 你才可以退休 可是对于某些职业的法国人 人可能50多岁就能退休 没办法 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而且对于普通法国人来讲 你这个退休公司拿多少 你要用你前25年的劳动所得 做一个基础参考 这也合理嘛 可是对于另外一些法国人来讲 他可以只用自己退休前六个月的工资做参考 这个漏洞可就大了 很多企业会在这个人退休前六个月 故意给他涨一段工资 以便让他的退休工资能多拿一些 所以长久以来 由于各种各样不同意的退休制度 在法国有很多人退休 是会领到很多钱的 经济好的时候 多零点多零点吧 也就罢了 可问题是一方面现在经济越来越不好了 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养老基金都出现了亏空 怎么会出现亏空呢 说实话 咱们以前就讲过 以日本为例 当年六七十年代来计算这个养老金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人的寿命可能只有七十多岁 你说你六十多岁退休了 你再领个十几年养老金 我们这个计算体系是自洽的 完全没问题 可是没想到最近几十年 医学越来越发达了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 当年日本推算 人的寿命七十多岁 现在日本人的寿命都快到九十岁了 要比原来多领十五年到二十年前了 那你这个养老金体系 它能不崩溃吗 而且更悲催的是 不但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 这个年轻人生孩子越来越少 每一年进入到养老金体系 往这交钱的人越来越少 可是领钱的人呢 人数基本没减少 领的时间还要越来越长 所以什么样的体系 它都得崩溃呀 因此法国政府提出要进行改革 要把这个多领养老金的人呢 让他少领一些 领的时间长的人呢 让他领的短一些 你想这不就是动了这些人的蛋糕吗 搁谁你给我减少待遇 我能干啊 所以法国才陷入到了 这场二十多年来 所罕见的社会大罢工之中 可以想见啊 未来如果没有好的办法 几乎每个国家 都会陷入到这种两难呀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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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